700米高空徒手走钢丝 海拔1000米悬崖绝壁求生 在森林风暴之间预风而行 这不是专业选手的表演 而是普通市民的自我挑战 4月26号 重庆云阳龙岗景区 飞拉达项目中的云端彩桥 向体验者开放 市民纷纷表示既爱又怕 飞拉达源自意大利文 只在悬崖绝壁间 有铁扶手横梯 固定缆锁 岩石塞 踏脚垫等构成的爬山静道 云端彩桥建立在 离地700多米的悬崖之上 主要由62米的云端彩桥 41米的缅甸桥 和上下悬崖的攀爬架构成 在体验现场 体验者们穿好防护设备后 依次从海拔1000米的悬崖爬下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旦体验者攀爬过 第一道崖壁后 便没有了折返的机会 直至完成整个飞拉达项目 整个项目耗时大约一小时 这不仅是对体验者的 一场心理与身体的双重考验 也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绝壁求生 刚看了一下 觉得还是太惊险刺激了 这个估计上去腿要下来 记者看到 有的体验者在第一道关卡处 就临阵推缩 爬了回来 表示不敢继续体验 也有的体验者则跃跃欲试 爬爬过第一道崖壁后 正式开始了飞拉达之旅 记者跟随体验者进入飞拉达项目 攀爬在崖壁之上 面前是断壁悬崖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只凭一根安全绳来与绝壁相连 如同踏空于半空之中 看着脚下的石笋盒 如同涓涓细流 视觉恐怖感加剧 让人腿软目眩 寸步难行 整条攀岩路线的难度 也是玄虚渐进 从攀爬梯 绝壁攀岩 铁锁桥 悬崖小屋 彩虹桥 缅甸桥 让体验者从刚开始的胆怯 颤抖 紧张 一步一步掌握攀岩技巧 战胜心理恐惧 到达终点 整个过程也并不需要 市民具备攀岩技巧和经验 只要胆大星系 就可以行走于悬崖绝壁 感受预风而行的刺激 和凌空而行的惊奇 在最后一关的缅甸桥上 整个桥体由上下两行铁锁组成 桥下是700米深的峡谷 横风吹来 铁锁便会左右摇晃 体验者们需要紧紧握住上铁锁 脚踩下铁锁 一步一挪的才能从桥上横过 据了解 为了确保体验者的安全 整个项目的钢毛 植入岩石达一米多深 每一条钢锁的沉重达到两吨左右